聊斋志义 蒲松林 百话翻译 贾珊珊 路鸭关 湖南武陵人赵公以前曾是辅导太子的公瞻 后来退休回家 有位年轻人在门外等候 提出帮他掌管来往的书信 赵公将少年叫到家中 看他长得清秀文雅 问他姓名 他自称路鸭关 不需要酬劳 赵公将他留下 路鸭关的聪明超过一般仆人 往来的信件奏折 他信手拈来 文词用语非常精彩 赵公与客人下棋 路鸭关用眼光一扫 一指点就会获胜 因此 赵公对他更加优待和宠爱 赵公家的下人 看见赵鸭关颇得主人另眼相看 开玩笑让路鸭关请客 路鸭关答应了 他问道 有多少人参加呀 正在这时 赵公家其他住处的主管财务账目的仆人都来了 大约有三十多人 众人把所有的人数都算在一起 想为难一下路鸭关 路鸭关说 这是很容易 但客数众多 急急忙忙办不好 就到饭馆去好了 便邀约全部宾客去当街的饭店 大家落了座 刚要喝酒 一个人按着酒壶站起来说 诸位先不要饮 敢问今天谁是主人 应先把钱拿出来放在桌子上 这样 我们再开始纵情吃喝 不然的话 一下子花几千文钱 吃完饭大家都散了 谁付钱呢 众人都看着路鸭关 路鸭关笑着说 你觉得我没钱吗 我的钱多的是 于是起身到厨房盆中 拿来拳头大一块面团 掐碎了扔在桌子上 一扔都变身为小老鼠 四处钻窜 路鸭关任意抓住一只 把肚子一撕 支得一声破了 里面有一块碎银子 再桌几只 皆是如此 顷客之间 老鼠没了 碎银子满桌 路鸭关对众人说 这些还不够喝酒的钱吗 大家感到奇特 一起大肆吃喝 吃完饭后 店家要收三两银子 大家称了称放在桌子上的银两 恰好那么多 众人又向店家要了一小块碎银 带回了家 将此事告诉赵公 赵公让拿出银子看看 一掏已经不见了 回去又质问店主 银两门全都变成了吉里 再回去转达赵公 赵公问路鸭关是怎么回事 路鸭关说 我的朋友让我出钱请客 但可惜我没有钱 小时我学过变戏法 所以试了试 众人听了 又让他把酒钱还给店家 路鸭关说 我不是白赚人家酒食的人 某村的卖街中 在博洋一遍 可以得到二十麦子 足以偿还酒钱 还会有余 于是叫一人一起过去 估计某村计算收成的人将要回家时 两人同网 到了之后发现 搏得干干净净的两十麦子已堆在场中央了 众人因此更觉得路鸭关神奇 有一天 赵公到朋友家赋宴 看见朋友家有一盆摆在厅堂里的兰花长势很好 非常喜爱 回家后又赞叹不已 路鸭关说 您若真喜欢这盆兰花 想拥有这也不是不可以 赵公不相信 第二天凌晨到了书房 忽然闻到浓郁的花香 一看 则有兰花一盆 花枝和叶子的多少 同朋友家种的那盆一模一样 因此怀疑是偷来的 就审问他 路鸭关说 我自家种的兰花数量过千 何须去偷呢 赵公不相信 正巧赵公的朋友来了 见到兰花吃惊的说 为什么同我家养的兰花如此香香 赵公说 我刚买来的 也不知花的来历 你离开之时 看兰花仍然在吗 朋友说 我实在不曾到客厅去 有没有还不知道 但是为何会出现在这里 赵公看了看路鸭关 路鸭关说 这不难分辨 您家的花盆是破的 有补坠的地方 这盆没有 定睛一看 真是那样 夜间 路鸭关对赵公说 我以前告诉您我家有很多花卉 今晚有劳大家 成月去观赏一番 但别人都不能跟随 只有阿鸭没有关系 阿鸭是赵公的一个小童 赵公答应前往 一走出门外 已有四人抬着轿子 恭候在路旁 赵公坐在轿子上 教夫行走快如马奔 一小会儿就进了山 只闻到奇乡庆古 到了一座洞府 只见楼舍华丽 与人间大不相同 奇美的花朵和神异的山头四处可见 精致的盆景 珍贵的花卉 光彩耀眼 香气四溢 仅仅兰花一种 大致有几十盆那么多 而且花朵都开得十分艳丽 观看完毕 和来时一样成交回家 路鸭关跟随赵公十余年 后来赵公无疾而终 路鸭关与阿鸭都走了 不知所望